身处冰雪之中 也要谋求生存之道 查尔森水库 松花江最大支流嫩江所属的大型水利枢纽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新安盟 克尔沁右翼前旗境内 距乌兰浩特市32公里 水深300多米 具备极好的东部条件 松花江东部多集中在松嫩平原上 这里是中国湖泊密度最大的湖区之一 在过往的严寒冬日里 食物单一 数量缺乏 东部就成了松花江人 补充体能的最主要的形式 直到今天 这种由来已久的东部方式 在大小水面上从未停歇 韩欢喜从小在查尔森水库打鱼 今天他和几个儿时伙伴一起来勘察冰面 他要带领大家先打好冰眼 为夜里下网做准备 在近一米厚的冰层上 穿开50公分建方的冰窟窿 每个冰窟窿都需要穿500多下 耗费了穿冰人的大量体力 也不容易再玩 这一天就下完了一袋没鱼 咱也是高兴 出鱼了咱真高兴 韩欢喜对鱼群的判断 有着异于常人的敏锐 鱼捕的多少决定着兄弟们的收入 所以前来选址的老韩 自然不敢钓以轻心 我觉得选择地方成群来回走 不跑 也是有鱼 就为了有个好彩头 说白了就是鼓鼓劲 把这好哥们交在一起 不管吃啥 就是年年都一次聚一下 好 那一笔刀到一边 我还想想看有啥事 然后那张网刀 挣点钱也不容易 位置选好之后 大家用高热量的年食补充体力 用烫过的高亮酒热身壮胆 为抵抗深夜的彻骨严寒 做好准备 可能大家聚在一起 得脑夜耐累了 明天啥时候吃饭不知道 为了咱们的网能红 咱共同干一杯 为了新的一年 要好新道头 咱们一上来的菜能有 后得说是丰收成果 干啥 水果鱼出多了 我们也整理多 大伙心着我 就是心着它 喝点酒 暖暖心 大伙一高兴 明天不出个好产头子 明天挣着茄子 都回家乐 那猪肉炖粉条 往上一摆 孩子老婆日汗头不好 这个岛尖 你往后点走 别那个啥 您关岛根不行 它炖两下就不行了 不快 黄师傅 赶紧再把车准备好 行了吧 行 行了 走 五夜十二点 四野无人的冰面上 刮着刺骨的寒风 对此 从小就在 查尔森水库边 长大的他们 早已习以为常 松花江上的人们 最懂得应付严寒天气 此刻 天气更冷 下午窜出的冰雅 表层又开始结冰了 东部首先就是 人与冰的贴身肉搏 凌晨两点 冰上作业依然进展缓慢 在旷野中仅靠车灯照明 视力所及范围有限 点燃二踢脚 用这种近乎原始的方法 赶鱼 简单有效 凌晨四点三十分 终于可以下网了 按照经验判断 整个下网过程 需要三个多小时 上午九点 更多的人聚集在查尔森湖面上 捕鱼的汉子们通宵未曾和言 冰冷的空气与收获的期待 让他们了无困意 极寒的温度下 冰箍鱼随时都会有结冰封口的可能 他们必须不断清理出鱼口的碎冰 四十八块鱼网组成一张大网 一次要同时拉出六块网 众人协作是关键 机器声 吼叫声 耗子声 构成了冬日松花江独特的生命之声 在距离查尔森水库二百三十公里的另一片冰面上 另一场东部正在进行 月亮炮 濒临嫩江右岸 为嫩江一记湖 鱼把头是冰面上的一把手 不同水域的鱼把头都有各自的碳鱼绝活 周燕峰也不例外 这鱼缺氧时候 它就吐出来的鱼泡 一般平时你像它不缺氧时候 它不吐泡 看这个气泡是不是新鲜的 要说冻白了 那就是鱼群已经过去了 要说这泡还冻它呢 就是证明鱼群就在这 零下二十六摄氏度的冰面上 鱼网出水就会被冻硬 捕鱼工人们拖拽起来 会耗费大量体力 炸住月亮炮 银子没了腰 自古就有这样的句子 来形容此地的丰美和富足 这里是月亮湖鱼场的仓库 昨天湖里出现了红网 二十多万斤的鱼 全部被堆放在院子里 月亮湖鱼场有个不成文的规定 赶上红网或者鱼场忙不过来的时候 水库职工家属 无论男女都要赶来帮忙 今天一大早 鱼网头周燕峰的媳妇孟凡清 就来到了鱼场仓库 天不亮就走 天黑才能够的 今天在外边干活好几个小时 挺新鲜的 在这边干活心里也惦记他在 处理这边打鱼啥样 今天不知道能打多少 从小就在这边长大的 对于特弃 和丈夫一样 孟凡清也是在松花江边出生 伴随着东部长大成人 冰面上来了一组水下摄影团队 有机会把自己的本领 用在了捕鱼之外的地方 鱼罢头周燕峰和他的弟兄们 颇感自豪 上午11点出网口热闹起来 月亮湖又迎来了红网 红网通俗的奖 就是指产量高的收网 在2005年以前 月亮湖渔厂单网捕鱼产量 在一两万斤以上 便可称之为红网 随着月亮湖近年来的生态向好 鱼的密度和数量加大 现在单网捕鱼产量达到十万斤以上 才能称之为红网 老公 你的窜头 各窜头都找不找 抓点紧 这点鱼还不快吗 我们打的是金鱼报酬 打一金鱼三毛五分钱 那你多打多得 打晚上也高兴 我们也高兴 把这些鱼都运回仓库 在冰面上工作了十多个小时的汉子们 至少还需要忙活到晚上八点钟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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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行 你打错的装吗 坐着呢 给那一点鱼装得了 好 回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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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啦 还行 打一半再接 最近得打一半是吧 今天呢 多了就不 我们能开出吃的了 我刚刚跑的鱼好吃 大鱼小鱼都喜欢吃 因为随时好 味儿鲜 在我上水库的孩子都靠得可好了 都聪明 就吃鱼吃的 都说是吃鱼吃的 我吃鱼 我都吃点鱼好 那时候我就不愿吃鱼 我就不行了 我都吃点鱼好吧 我也吃不去了 你就是来水库来碗的 万物猫冬的时节 却是松花江流域最热闹的时候 传承而来的古老生活方式 成就了独特的冬季盛典 江边捕鱼汉子们通过大自然的富裕 在东北冰封的黑土地上 体会着别样的满足 一些陈底派的路上 有一条一种我的心意